为了感谢警察人员在防疫期间 维护治安的辛劳 品封大中华证券投顾公司的董事长 蔡彰皇 20号的上午 特别来到花园县警察局 捐赠了一张30万元的支票 表达未免鼓励 而警察局长戴从贤代表接受 也感谢各界的支持 而警察同仁也会持续在 现有的基础上 做好相关的工作 品封大中华证券投顾公司董事长蔡彰皇 20号上午 向花园县警局捐赠了一张30万元支票 由局长戴从贤代表接受 这是相继在去年8月之后 品封大中华证券再度将爱心带来花园 现在花园县警察局长 戴局长 在当初在保一总队的时刻 我也是保一总队 这个警友会的荣誉总顾问 那戴局长是今年年初刚就任 所以我也都一直想要找机会 过来这边来做一个 为情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鼓励 所以今天也特别的一个抽空 专程来到花园县警察局这里 来献上一己之力 那特别准备一张这个30万的一个支票 来给这个戴局长 来做一个最有力的一个支持 让局长在推行 这个县内所有的一个警察的一个事务方面 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力量 那蔡总黄除了对社会公益的支持 对我们警察也非常照顾 我们感谢蔡董事长的支持 我们会在工作上会更加的努力 来为我们民众服务 来替我们蔡董事长来圆他这份的善心 因为我们警察机关的均证都一定的法定程序 我们会依照我们会计程序入账 让我们来做最好的运用 蔡总黄表示 企业从两年多前展开全台感恩之旅 截至目前已经自证出18台富康巴士 这回又来到花莲 就是希望能鼓励警察同仁在防疫期间的辛劳 尤其在治安及交通的亮眼表现是有目共睹 期许大家都能全力以赴 做好各项勤务工作 持续精进为民服务 记者徐立琴花莲市报导